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一个宁静的下午,男孩瓦仔在因为老师安妮家上课 行程结束后,安妮老师让儿子送瓦仔回家,接着便独自回到了屋内 谁料变故徒生,一个陌生男子潜入房屋,将安妮无情杀害 更残忍的是,凶手还挖出了她的内脏 此案血腥残忍,非同小壳,立刻递到了专攻宜南悬案的BU小组手中 万能联络员JJ告诉众人,案件发生在一个仅有5000住户的小镇 阵子一向和平宁静,这是整整64年来的第一起凶杀案 更糟糕的是,这恐怕是一起连环杀人 在过去的48小时内,就出现了两名死者 团队主管霍哥补充道,第一名死者是一个独居老人 身中18刀,嗜血过度而亡,家中并未有财务失窃 只是丢了一把手枪 第二位死者安妮,被从老人家中偷走的手枪的枪托砸死 不仅被大写八块,胃盒杆也被挖出带走 家中还丢失了一些珠宝和音乐DVD 手枪将两起案件联系起来 可两起案件的作案方式却截然不同 会不会只有两名凶手协同作案呢 这时,主者拐的核心色写时急速走过来 他在周末跳伞时摔断了腿 姚姚晃晃地接过话查道 如果凶手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精神病患 也有可能因心知错乱,采用不同的杀人方式 天才书呆子李德在现场照片中发现了线索 在两个案发现场的地板上 都有两个正元的环装血迹 这可能是某种宗教图标 或是凶手留下的作案签名 事不宜迟,便有小组立刻出发 废话案发存装 不过技术因腿上不便出行 此案便与黑客女王家妹一同留守总部协助调查 来到当地的探员兵分两路 金金玫瑰阿尔尔和李德来到了死者安妮的家 发现失泄的只有二楼卧室的财物 死者身上的钱包和珠宝却没有拿走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合理 并且,安妮家中的药物麻黄剪也被带走了 这是一种可用于制毒的哮喘药 说明拿走药物的可能是个瘾君子 警方告诉两人 房屋后院发现了一个汽水罐 或许是有人等在屋外 等到命案发生之后再进屋盗窃 或许是凶手,一杀人,一劫财的组合 警方还说 安妮的学生娃仔可能知道些什么 但娃仔的妈妈怕孩子让上麻烦 因此十分不配合 艾尔决定去找娃仔谈谈 艾玛果然态度冷硬不让儿子回答 但娃仔却主动告知 他看到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走了进去 那人看起来疯疯癫癫 嘴唇上有伤口 两人无一间对视时 男人还竖起一根食指 做出了近生的手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但娃妈却又心忡忡 如果凶手看见了娃仔 会不会对他痛下杀手呢 李德与艾尔回到当地警署 汇报在现场找到的线索 结合当地有关尹君子的档案 很快找出了一个可引人多米 此人的相貌 与娃仔所说的无出一辙 不仅有抢劫 非法持枪难地 居住弟弟案发现场十分近 无力担当摩根立刻出动 带回来正裸着 在院子里发疯的多米 起先多米要死不承认 自己去过案发现场 但精通审讯技巧的霍格发现 此人盖着毯子还打着寒颤 显示正处在阶段反应之中 只要时间足够 多米不可能不坦白 果然没过多久 多米就身陷要因不可自拔 崩溃地哭着说出了一切 他并不是杀人凶手 只是趁火打劫脱点东西 还因为害怕 根本不敢去靠近死去的安妮 这也是安妮身上的财物 没有失窃的原因 多米还说自己看见了凶手 那人穿运动服 头戴黑色鸭舌帽 说着就吓得滚成了一团 多米的杀人嫌疑排除 不过 他还是要因抢劫等候判决 精通来到匡提克FBI总部 推脚不变的吉叔 毫不客气地占用了加美的办公室 还对环境指指点点 不仅如此 吉叔一进入状态 就把加美当成了助理间女仆 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那个 加美正好骂骂咧咧地 为她端了咖啡 好在加美的苦没有白手 在吉叔随手乱放脏兮兮的咖啡杯时 发现杯底的咖啡滋印在纸上 恰好是一个正人的环状印记 这意味着 在现场出现的圆环 很可能是凶手自带柱形容器 取走了受害者的身体组织 安妮自然是被挖走了内脏 而身中18刀的独居老人 则可能是被取走了血液 一个专门带走 死者身体组织的凶手 会不会有着吃人肉喝人血的意识癖呢 画面回到案发当地警署 团队主管霍格带着小组公布凶手测嫌 此人是在20到30岁之间的白人男子 患有某种精神疾病 可能有意识癖 对受害者身体组织有着病态的痴迷 书呆子李德补充道 此人可能迷信吃人肉的特殊功效 比如长生不老缓解病痛 或是以此进行某种宗教仪式 霍格接规话查道 凶手的极端行为 表示此人精神极度混乱 没有组织远距离犯罪的能力 此人一定是当地住户 或是曾在此居住的返乡人员 当天下午 一位死者的葬礼举行 便由小组来到了现场 观察当年的客人中 是否有符合策写的人到来 这时 联络馆JJ提来一份档案 表示当地警局排查出了可疑人物 严重暴力轻响 极度袭警的遭遇症男子欧蒂 而这个欧蒂 刚刚从精神病院回到小镇 这样团队主管霍格立刻警觉起来 就在这时 一个穿着光线的夫人走来 十分惊恐地告诉组员 欧蒂现在跟哥哥住在一起 两人一直鬼鬼祟祟 似乎不想被人看见 上一次看到他们是三天前 也就是独具老人被害的那天 别有小组立刻出动 于当地警局赶到了欧氏兄弟家 欧哥是个屠夫 一见到警察来 就十分警惕地举起了土刀 说什么都要保护自己的弟弟 气愤一时剑拔弩张 欧蒂站了出来 表示自己不愿再躲藏了 他此次返乡 并不是要一直生活下去 而是来与他爱活的哥哥告别 欧蒂一生饱受排挤非议 尽管他一直自觉暗示服药 也难以逃脱众人一样的眼光 甚至一度出现凶案就被怀疑 因此 他要永远离开令人难过的故乡 说到这里 欧蒂主动拔下头发递给艾尔 让他去做个要件 证明自己的说辞 欧蒂的态度坦坦荡荡 谈话与行为也十分有组织性 不是策血中 因精神错乱而大开杀戒的模样 BU小组排除了欧蒂的嫌疑 真正的凶手此事又在何方呢 当夜 穆金安妮受害的男孩瓦仔 正在祖母家玩耍 祖母满脸慈爱的 给瓦仔烤上香甜的饼干 可一转头 便看见一把匕首寒光炸仙 祖母愚害当场死亡 而瓦仔则被凶手带走 不知去向 BU小组立刻抵达现场 听邻居说 半个小时前街上有几刹车声 他好奇地张望了一言 发现是祖母的金色笔合开了出去 当初就是艾尔让瓦仔作证 如今厄云降临 瓦妈把这一切都怪罪到了他的身上 书呆子李德与霍哥伤前观察死者 发现祖母的喉咙被一刀割开 难怪没有任何人听到求救声 与上一期案件一样 祖母的内脏也被带出挖走了 凶手又员一剪 剪开了他的胸腔 并取走了他的内脏 李德认为 心脏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器官 在许多宗教中 他都代表着永生 团队电话会议时 核心策写是脊髓肯定了这一点 迄今 凶手已经收集了血液 胃 肝和心脏 这些组织在某个时段 被认为是灵魂的基础 说着 吉叔发了一张图片 是该时期的永生大天使 李德立刻想通了关桥 凶手一精神错乱 将前几名受害者当成了天使 并把男孩瓦仔当作了救世主 他认为只要吃下几人的血肉与内脏 就能够遇见神迹 霍哥忧心忡忡 这意味着瓦仔可能随时遇害 与此同时 安妮老师的丈夫 在家门口发现了一个塑料馆 里面装着星红年车的鲜血 瞎坏了的丈夫 立刻喊来了BAO小组 精确认 罐子里还有一只人类的卫带 想必就是安妮老师被挖走的那只 而这个容器 正像是吉叔推断的柱形模样 回到作案现场并带回器官 是一种忏悔的表现 李德推测 如果凶手在作案后 从幻想中清醒 发现自己犯下的罪孽 很可能感到极端自负 并迁往教堂告捷 警长表示 镇上至少有15座教堂 霍格立刻组织警员带领警察 在每个教堂周边部署巡查 晚些时候 正在车中盯防了艾尔和摩根 发现以前开过辆金色别克 正是死者瓦仔奶奶丢失的那辆 紧接着 一个瘦瘦的白男子走下车来 他神情气气 怀里还抱着什么东西 两人立刻冲下车 将男子暗倒在地 在人死的大天使雕像的注视下 这名连杀三人的血腥杀手终于被捕 来人名叫艾迪 被捕时还抱着带血的容器 千真万确是凶手无疑 但糟糕的是 艾迪彻底形容了精神错乱 他无法与任何人交流 更无法透露失踪男孩瓦仔的位置 见到艾迪 警长显得十分惊讶 他告诉众人 艾迪是他见过最乖巧优秀的小孩 前几年还去上了名牌大学 不知怎的变成了这个样子 李德康伟道 艾迪是精神上生了病 警长叹了口气 说最好打电话 给艾迪的母亲梅斯夫人 她出身名蒙望族 对儿子有些过分保护 还说艾迪的父亲不久前过世了 这让梅斯夫人心理交错 霍格远尔对时 眼中皆有惊疑 因为这位梅斯夫人 就是给两人提供 前嫌一人OD信息的 那名打扮光鲜的贵夫人 如果梅斯夫人是有意为之 便意味着她知道什么隐情 警方立刻传回了梅斯夫人 询问有关凶案的信息 梅斯夫人显得十分惊讶 梅斯夫人对艾迪使用安定药物 以便问出男孩娃仔的下落 梅斯夫人立刻签下了字 并前程地祈祷娃仔安然无恙 她的举动 似乎并没有半点可疑的地方 与此同时 黑客女王嘉美 对艾迪展开了全民调查 她告诉组员们 艾迪21岁 祝修宗教学 她的高中室友曾说过 梅斯夫人对艾迪有极强的控制欲 不仅一天打三次电话 问东文西 还曾杀到学校 逼她与当时的女友分手 不久前才刚刚回到家乡 艾迪的病情 与对宗教的狂热找到了原因 加密的调查结果 也推翻了梅斯夫人的谎言 一个每天要给儿子 打三次电话的高控制母亲 怎么可能不知道 儿子回了家乡呢 另一边 在梅斯夫人家中 调查她艾尔和摩根 也发现了新的线索 房屋中的一切装潢 皆整齐干净 如同杂志中的样品房 空气中还有浓浓的漂白水味 这要么表明梅斯夫人有强迫症 要么表明她在隐藏着什么 很快 两人找到了梅斯夫人隐藏的事物 冰箱的地板下 有一个未被清理的 干涸的原型血痕 镜头来到监狱内 医生给艾迪注视蓝钉药物 这的确让她不再发狂 却无法缓解她的精神错乱 在里德和霍哥审讯时 发现她只记得 在哈佛广场喝咖啡 至于对联杀三人 帮走瓦仔 艾迪却根本没有影响 霍哥狠心将现场照片展现出来 艾迪一看见三个死者 就立刻崩溃的尖角痛哭 精神再度陷入了严重错乱 一会儿向幻觉中的母亲 祈求宽恕 一会儿说自己罪恋神种 于是带来了赎罪的天使 一会儿又朝着角落怒吼 你什么时候才能不来烦我 霍哥狱里德对视一言 明白没有办法 从艾迪这里问到什么了 艾迪彻底崩溃 瓦仔人为被找回 初冬的夜晚十分寒冷 哪怕瓦仔现在还活着 过了今夜也心灵难保 警长后霍哥一筹莫展 就在这时 监狱里爆出一声尖叫 众人立刻冲了过去 是艾迪用腰带上吊喂随 他因窒息而面目飞红 正死死地盯着交集的母亲 霍哥愤怒地质问 梅斯夫人为何不说实话 可梅斯夫人却始终油烟不尽 简称自己根本不知道艾迪返乡 更不知道男孩瓦仔的下落 至于冰箱下的血痕 则说自己是修剪玫瑰时 不小心割到了脚 大冬天修剪玫瑰 霍哥和李德当然不相信 却在无法问出更多有效信息 摩根想起梅斯夫人开的是凯迪拉克 找到了寻找瓦仔的突破口 车内有GPS定位系统 会记录曾经行驶的路线 他发现梅斯夫人 曾用三种不同路线 六次到达同一个地点 或许男孩瓦仔就在那里 霍哥将梅斯夫人请出警局 谎称自己要送他去医院间艾迪 实则是要将他带到GPS上的地点 出发后 霍哥主动向梅斯夫人搭话 听他滔滔不绝地 炫耀自己家族的显赫与荣光 似乎为自己的旺族身份骄傲无比 很快 梅斯夫人便察觉到了路线异常 他警惕地证问霍哥要去哪里 霍哥则冷冷地戳穿了梅斯夫人的伪装 他对艾迪极端控制过分保护 只是为了维护名门旺族的名誉 在艾迪入院的半年里 梅斯夫人一次都没有去看过他 就连艾迪出院想见母亲时 也遭到了梅斯夫人的无情拒绝 现在梅斯夫人转移男孩瓦仔 被关在铁笼中的瓦仔 瓦仔与家人团聚痛哭出声 梅斯夫人的罪行暴露无从抵赖 梅斯夫人坚称自己是为艾迪好 可同样又有意思的霍哥却反驳道 有时候我们没做的 比我们做了的影响更加深远 你没有给艾迪正常的童年 没有在他生病时伸出援手 更没有在案发时报警求助 你唯一做的 是在艾迪陷入混乱时 悄悄抹去一些痕迹 只为了维护你的体面 梅斯夫人哑口无言 沉默地被带上了警车 时任连环凶上告一段落 B.U.也回到了邝提克总部 只见家美满脸愤怒地冲出办公室 表示跟吉叔一起工作这种事 千万别再来找我 至于吉叔 则对触怒家美这件事毫无察觉 反而饶有兴致地 列起了死前必作清单 霍哥鼓励吉叔 多和尔子沟通 吉叔却失落到 他不愿意跟我说话 看来在推理战中 大杀四方的策写诗 也有着令人神伤的难言之隐 影片至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请关注惊悚哥的下期视频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